有些书藏着一个人 有些人藏着一些故事 万卷读书带你走进他们的故事 静下心来听我和你慢慢说 演员的诞生播出到现在 已经选出了十二强 这份十二强名单当中最大的遗珠 应该就是演员彭玉畅 几天前在微博上看到了编剧史航 评价演员的诞生 说着舞台上最大的惊喜 就有彭玉畅一个 因为其他人的好是意料之中 但是彭玉畅实在是想象之外 当初顶着小鲜肉标签 来到演员的诞生的彭玉畅 实在不是很起眼 甚至连他自己都早早买好了返程的机票 压根没想到会晋级 但解救吴先生的片段一播出 所有人都改观了 那场PK当中 彭玉畅面对的对手是陈龙和李泽峰 剧情主要是绑匪和吴先生对峙 富二代只是个附属角色 因此这个最没戏的角色 毫无悬念的留给了三人当中 自力最浅的彭玉畅 但是戏好不好 从来不是戏份多少决定的 彭玉畅被摘下头套的那一瞬间 却让大家进入了生死边缘的绑架氛围中 只见他浑身一击领 整个身子往后缩 嘴唇颤抖 颤巍巍的抬头 眼神恐惧怯懦 这个亮相一气呵成 完全是我不想死 不要杀我的胜利反应 后来绑匪说 两个肉票只能活一个 让人质自相残杀 彭玉畅先凝视了地上的刀几秒 然后一个翻滚迅速拿起了刀 人性的选择和生死的怯懦 都被他诠释得非常宝位 拿刀回头的那一笑 带着濒临崩溃的恐惧和谄媚 在被逼到极致的情况下 为了活命放弃了道德 但又承受不了杀人的后果 因此恐惧 为了活命对绑匪讨好一笑 仿佛在说 你看我多听话 这段表演里 彭玉畅的戏分确实不多 但就像《白夜追凶》之片人说的一样 骨骼惊奇 不是他的戏 他分毫不强 是他的戏 他寸步不让 张子怡面对彭玉畅 就像发现了一块 扑玉一般兴奋 他说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无限大的潜力 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其实看到了一个闪光少年 如果第一场戏演得好 还有人怀疑 他是靠运气 那彭玉畅和小桃红 出演的末代皇后 则让人再次肯定了他的能力 他演的溥仪 少年活泼 重年阴霾 人物十分饱满 十几岁的溥仪大婚 彭玉畅被小桃红青了一口 身体一僵 随后羞涩地笑出了一排大白牙 那时候的溥仪 会因为被亲一口就害羞 还是一个稚嫩天真的少年 溥仪中年时 他就坐在那里 背后是婉容和世卫思通 没有一句台词 彭玉畅靠表情演戏 硬生生砸下一颗泪来 那种羞耻与痛苦的感觉 就出来了 最后一幕 发了风的宛容 趴在地上 抓着衣角挽留溥仪 彭玉畅低头的一瞬间 压迫感扑面而来 他的眼神不再联系 那是无数次痛苦和压抑后 才有的冷漠 这场戏里的小桃红 实在是太过惊艳 但是彭玉畅 依旧没有被掩盖光芒 他身上有种 能让人入定的特质 只要他发力 目光就没有办法 不被他吸引 第三场戏 彭玉畅 是和演员的诞生当中的 大魔王周一维 灵霄素打戏 共同出演 投名状 和解救五先生里的 富二代一样 在这里 他饰演的三弟 戏份也不多 甚至只是一个 衔接大哥和二哥 矛盾的道具 他依旧是不争不强 但是人物诠释的 非常到位 和大哥开着玩笑 一个转身 把脚架在凳子上 补扬的活泼跳脱 和不受拘束 都出来了 后来 大哥二哥 矛盾爆发 被夹在中间的 彭玉畅 一度非常无措 但是戏一回到 他的身上 又活了 三弟杀草这一段 无论是表情 肢体 还是台词 都无可挑剔 最后 兄弟决裂 彭玉畅 手刃二嫂 三兄弟 在黑暗中 泄慕 彭玉畅 无力的一跪 给人物 画了一个 完满的句号 一直到他 告别 舞台前的那一场 滚蛋吧 肿无君 彭玉畅 依旧在给我们 贡献惊喜 他饰演的下剧 被诊断出了 癌症 为了不拖累母亲 徘徊在自杀边缘 他两眼无光地 说出那句 我就是想死 这句话 不只是破罐子 破摔 和无所谓的绝望 说完想死后 他稍稍停顿 是人物心里 期待挽留 最后 夏俊 被熊顿热爱 生命的精神激励 重新获得了 深的勇气 两个人一起携手 对抗病魔 站在天台上 笑得十分具有感染力 纵观这四场表演 彭玉畅 在演员的诞生上的 杀手锏 就是他的爆发力 和控制力 该用力的时候 一点没少 但是每一个戏演的节奏 和顿挫 都被他精准地拿捏 所以 无论是细节 还是整体 他的部分 都能处理得很好 吴君如就曾夸 同名状的那场戏 彭玉畅演得非常自然 不油腻 不俗套 没有那种定式的感觉 一套情绪转折下来 浑然天成 彭玉畅 以一个闷懂闯入者的姿态 来到舞台 没人看好 也没有人对他 抱太大的期望 但是他却给大家 留下了最大的惊喜 通过这一次亮相 在回看彭玉畅 从前的作品 突然发现 他在表演时候的 灵气和控制力 是一直在现的 当年的爆款 《太子飞身之计》 算是他的出道作品 那年他刚刚大三 涂着十块钱一只的 粉色唇膏 跟在太子后面 饰演强公公 这个小角色 几乎没有什么戏份 但是他古怪精灵 又有趣 所以给观众留下了记忆点 在这之后呢 他又接了一部刺客列传 网剧做得挺粗糙 一身地摊荧光绿的衣服 被狗啃过的斜刘海 拉眼睛 但彭玉畅 硬生生地 在雷人里演出了感人 十六岁的少年天子 还没长大 却担架了家国重任 打着以少年脸蛋 违和的官枪 被逼得成熟处黑 还有网剧《气灵》 他把床给自己的武器睡 对着自己的武器讲话 一脸小奶狗的天真可爱 这几部网剧 要么他角色不同 要么就不是爆款 但是彭玉畅 就这么勤勤腾腾地演下来 每一次都拿出了 一百二十分的认真 一直到闪光少女 他终于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原本油渣是 醉不起眼的男孩 戴着牙套和大眼镜 呆呆地跟在女主身边 但是人家外套一脱 眼睛一摘 瞬间就帅了回来 慢展打鼓的这一场戏 圈了多少的女粉 彭玉畅的优势 不只是一张白纸 和充满灵气 它明明就像是一块橡皮泥 可以捏成不同的形状 在台下的时候 还原成他自己 下一次诠释 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这样看来 彭玉畅一路的进步和成长 都有迹可循 虽然亮相不多 却并不是旁人眼中的横空厨师 依旧愿意把它看作惊喜 是因为它让大家看到了 不一样的可能 这两年在中国娱乐圈 小鲜肉这个词都快臭了 没演技 不敬业 脑残粉 种种负面新闻环绕 但是鲜 毕竟只是年龄 未来的影视圈 早晚要靠这些新鲜面孔来支撑 你们说小鲜肉面瘫演技 但是彭玉畅 可以不说话 就让人入戏 你们说小鲜肉 替身倒磨不敬业 但是演员的诞生里 他永远第一个到排练厅 他闪光少女的时候 不断练习 敲断了好几根骨锤 彭玉畅就像小鲜肉里的 别人家的孩子 有演技 肯吃苦 在其他同龄演员艺人 演员的诞生 大多被diss的时候 他却成为了 那个舞台上的闪光少年 跟前辈比起来 他的演技 也许还差一点火候 不过比起已经打磨到 完美无缺的成熟 人们更喜欢看到希望的诞生 喜欢看到 在自己的陪伴下 他们一步步成长 成为顶梁柱式的担当 就像张子怡 每次看彭玉畅那样 满脸一目笑 眼里对他未来的寄托和期待 都有迹可寻 万箭读书 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旧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